人要宜裝車要改裝 我是姚大 歡迎大家回到我的頻道 那我的頻道呢 老實說已經有 有點久沒有更新啦 因為疫情的關係 我都沒有出去拍片 因為想說家裡面有一個小女兒 畢竟不想要把這個病毒 帶回到家裡面 所以一直沒有時間拍片 那今天呢 主要是想要來跟大家聊聊 就是在疫情的這兩個月 我都在做些什麼事情 該出的貨一樣就是 還是要出 我有空的時候 我就會來工作室 然後把要出的東西弄一弄 再來就是回家 可能陪女兒跟陪老婆 你在家裡面能做的也只有 追劇嘛 跟玩遊戲 今天呢就是 我要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最近在網路上找到的一款 手遊 不瞞各位 其實我是一個 蠻喜歡玩遊戲的人 你可能看我平常很忙 覺得怎麼會有時間玩遊戲 但其實我玩遊戲的時間 都是在晚上比較多 我能玩的幾乎都是 手遊類型的遊戲 對我來講比較方便 因為你在外面 手機拿起來就可以打發時間 所以幾乎所有的手遊 我都有下載 然後如果不好玩的話 我就會把它刪掉這樣子 在我下載了這麼多的手遊 近兩三年來啦 這款遊戲是我認為就是 最好玩的 那這款遊戲我相信有些 七年級生也一定不陌生 一定聽過它的名字 七年級生如果你沒有玩過天堂 那你一定有玩過 RO先進傳說 十幾年前是非常火紅的一款遊戲 你去網咖 幾乎你能看到的不是玩天堂 就是玩RO RO其實從以前到現在出過非常多的版本 目前這個版本是我覺得還原以前PC版RO最高的 RO先進傳說最早是2002由韓國重力社開發的 MMORPG大型多人在線角色扮演遊戲 從最早的PC版本 當時掀起一股不小的熱潮 而且因為畫風可愛細緻也吸引了不少女性玩家 想把妹玩這款就對了 加上遊戲裡面有上千種的頭飾 臉飾、嘴飾以及服裝可以選擇 所以你可以隨心隨意的變換造型 就不會每個玩家都長得一模一樣 RO一直到後來的守護永恆的愛 以及新世代的誕生這兩款手遊 也是吸引了不少的老玩家回鍋 RO愛如初見跟前面兩款RO手遊比較起來 可以說是截然不同 當我在YouTube看到有人在介紹這款遊戲的時候 當下就被這個遊戲畫面深深吸引了我 下載後也沒有讓我失望在這我可以說 愛如初見絕對是還人PC版最高程度的RO手遊 講到這邊你是不是想說怎麼都沒有在APP商店 或是其他遊戲論壇看到有人討論 因為目前RO愛如初見只有開放韓版以及日版 台灣人要玩韓版以及日服是有一點難度的 尤其是像我這種有語言障礙的 完全不會想要去嘗試 所以今天要介紹的是RO愛如初見師服 那這款RO愛如初見手遊要怎麼下載呢 非常簡單 我這邊分成兩個部分教學 第一個是手機 第二個是雷電模擬器 好那現在要來教各位如何用手機下載這款RO愛如初見 首先你要到我的影片下面的資訊欄 我有放上iOS跟安卓系統的彩點 接下來你會進入這個畫面 會有第一步跟第二步 第一步是要先安裝這個TestFight的APP 下載完之後呢 你再回去剛剛那個地方 再點選第二步下載 接著點選接受安裝 那他就會開始安裝這個APP 那安裝好之後呢 就會顯示在你的手機的桌面上面 然後你點選進去之後呢 他會稍微跑一下更新 大概幾分鐘的時間 這以上就是手機的下載 接下來是模擬器的下載教學 好那模擬器的部分呢 那我現在是用雷電做示範 這個模擬器下載非常簡單 你只要到Google那邊去打雷電模擬器 然後接下來就會進到這個頁面 這個就是它的官網的頁面 那你只要點選下載模擬器 之後呢模擬器下載好 它會是長這個樣子的 我影片底下資訊欄會放上 安卓系統的APK檔 下載下來之後 它就會是一個這樣的檔案 那你只要到雷電模擬器的這個地方 這邊右邊這邊有一個加APK 你只要點下去 然後選擇安裝 剛剛下載下來的APK檔案 然後可以看到下面 右下角它已經寫安裝成功了 那接下來你就把它打開 或是你直接點這個圖案也可以 再來就是它就是會開始download這個 這個遊戲的一些資源 這個大概可能要等個 看你電腦的速度大概是 十幾二十分鐘是正常的 所以你就放著讓它跑 那跑完之後呢就可以直接進入 登錄的畫面非常的簡單 以上就是這個遊戲的安裝方式 要記得第一次登錄遊戲史打上的帳號密碼 就會直接把你新增成你的帳號 務必記下來忘記就尷尬了 如果你看完還是不會的話 可以私訊遊戲客服 客服的LINE呢 我一樣放在影片底下資訊欄 最後最重要的我是在S2 斐陽伺服器 這個伺服器也是目前最多人的伺服器 我現在主要玩的角色有兩隻 一隻叫做萬能麥絲 一隻叫做麥絲 分別是神社以及武僧 非常歡迎在遊戲中加我好友 如果我有空的話 可以帶你們飛 另外也非常歡迎你們加入我現在這個工會 工會名稱是克羅辛 會長也是一名知名遊戲實況集 叫做金旋風 沒錯就是青唐M跟丁克一起花550萬 買帳號的男人 老實說我也是因為看了他的介紹影片錄分的 這款RO愛如初見手遊 我會持續遊玩 有機會我也會開遊戲實況 那我們遊戲見啦 掰掰 有機會